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要瘦得健康就一定要吃澱粉 如果你完全不吃澱粉 其實對身體會有危害的 像是你會容易抽筋 會容易疲勞 然後還會變笨 因為我們大腦最主要的營養來源就是碳水化合物 所以減重一定要吃澱粉 那要吃什麼樣的澱粉呢 我會推薦給大家要吃 多性澱粉 多性澱粉的意思就是進入我們身體之後 不容易被消化、吸收 而且它可以穩定我們的血糖 促進腸胃蠕動、增加飽足感 最重要是它可以幫助我們減重 在我們生活中呢 像是香蕉、糙米、冰地瓜 還有豆類這些都算喔 所謂的澱粉 其實我們要把它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天然的 圓形的食物的澱粉 比如說米飯、地瓜、南瓜 蓮藕、芋頭、馬鈴薯、玉米、山藥 這一之類的 還有另外一種叫做加工再製過的 比如說麵、麵包、米粉、冬粉、板條 麵線、蛋糕、零食、甚至是酒類 要分成這兩大類來看 如果是加工再製過的澱粉 我是建議說 如果您真的有減重的需求 這輩子都不要再碰了 因為加工再製的澱粉 只要你有碰一次 皮下脂肪一個禮拜最高可以高2% 很可怕 我們在吃藥的時候狀況 其實一個禮拜只能夠降1%到2% 但是你只要碰一次面食 皮下脂肪一次就可以飆到2% 其實非常的可怕 然後再加上我們亞洲人的體型 主要是梨狀型的體型 所以我們吃了進來的澱粉脂肪 它都會囤積在屁股跟大腿 也是大部分愛美的女士 她喜歡瘦的地方 所以我們會建議就是精緻澱粉 這輩子都不要碰 像在減重的時候 你的屁股跟大腿的雕塑 會比較完美也比較快 那5點以前的話 我是建議可以吃天然圓形的澱粉 WHO是建議我們可以吃到三個拳頭 也差不多是一碗半的白飯 這樣子的量 因為5點以後是我們人體基礎代謝率 最低的時候 如果你在5點以後有碰到澱粉食物 不管它是精緻 或者是圓形的澱粉 都一樣它都會變成脂肪囤積下來 人體完全沒有辦法代謝 所以如果有減重需求的女士 或是男士們 我會建議5點以後 必須要淡澱粉 還有要淡水果 也就是5點以後 你頂多只能吃肉跟菜 千萬不可以喔 這個時期其實是我們減重的停滯期 在月經來的時候 由於黃體素的下降 所以我們皮膚會變得粗糙 人會變得水腫疲倦 那這個時候呢 我會建議大家說 你要適度的休息 然後我們的重點呢 擺在把精血排乾淨 是有利於今後期的減重高峰期 那這個時候我建議大家 既吃深冷的東西 多補充一些鐵質 像是牛肉 菠菜 還有多吃纖維素 以及蛋白質 其實這個是一個迷思耶 因為大部分的女士齁 她在月經要來臨之前 因為荷蒙的影響 所以下半身會很水腫 月經快要來之前 盆腔會有一點 類似水腫發炎的狀況 所以肚子也會比較大 那在月經走了之後呢 因為荷爾蒙消失了之後 你的屁股啊 肚子啊 大腿的水腫消了之後 你就會覺得 欸 我有瘦耶 所以那是一個 很自然的生理現象 她跟你吃任何東西 都沒有關係 所以大部分女生會說 那這樣我月經來的時候 就可以大吃 反正我月經走了之後 都會瘦 其實不會啊 因為她其實只是把你 之前荷爾蒙造成的水腫 很胖瘦回原來的樣子而已 你是先胖 然後再變成原來 並沒有比較瘦 很多人會有這樣的迷思 吃素我是不是就能夠減重 然後我就完全不用吃肉 也會瘦呢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們吃素的人 大部分都會喜歡吃 葉菜類跟根莖類 那這些脂肪量都很少 那為了增加美味呢 我們又加了過多的油 鹽糖這些 那這些其實都是熱量的來源 所以在減重的過程中 一定要注意碰調方式喔 其實我從來沒有聽過說 吃素可以減重 因為我都是聽到吃肉減重 甚至像生酮飲食 也是最近很流行的 一種減重方法 只是健康的人不適合用生酮 反而是我覺得吃素的人 他其實因為肌肉量容易不足 因為蛋白質缺乏嘛 所以他的P下脂肪都會很高 然後再加上素食的人 大部分都會摄取很多的水果 那吃大量水果會容易脂肪乾 所以通常肚子都會有一圈 所以其實吃素是會胖的 我很少見到 幾乎沒有見過吃素很瘦 就是BMI低於24的 沒見過 所以其實我們還是要建議 就是說你真的有減重需求 你必須要大量吃蛋白質 你必須要以高蛋白質的飲食 然後低碳水化合物 來做為你的飲食的標準 反而我是要建議要大量的吃肉 吃肉減重呢 其實是有五個很好的好處 第一個好處 你在吃肉減重的狀況下 你不會受到胸部 第二個好處 肉可以增加糞便的重量 你就不會便秘 第三個好處 肉它是一個low GI的食物 所謂的low GI食物 就是它升降血糖都非常的緩慢 所以你在大量吃肉的狀況下 其實你血糖很穩定 你就不會想要亂吃 因為你很有飽足感 那第四個好處就是吃肉 加上我們家的腫藥減重 你吃吃吃可以不用運動的 你只要呼吸就可以了 一個禮拜T值就會降下1% 那也就是肌肉就會漲1% 所以一定要大量的吃蛋白質 因為它是建構肌肉的原料 那最後一個好處最重要 就是你在吃大量蛋白質的狀況下 蛋白質是人體最難消化的食物 因為它非常難消化 所以它可以提高你的基礎代謝率 我們身體必須要消耗很多的熱量 來消化掉你吃進來的蛋白質 所以如果你可以確保說 你在減重的過程 你就養成了大量吃蛋白質的習慣 你在停藥之後 持續的大量的吃蛋白質 絕對不會負胖 想了解更多優美診所的相關資訊 記得按讚訂閱及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